这是白的吧 这白的 我就想看一下后面的logo 自己都可以做嘛 在网上我看很多视频都自己做 是吗 说白的特殊 就这鞋带特殊嘛 其他没有特殊的 对就这logo 就这鞋带嘛 这logo完全不是鞋 那鞋带我拿走了 鞋你拿回去 鞋送你了 居然穿不同颜色的 这是什么造型 大家好 我是依林 我们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场景 说到新一季的Supreme 我第一周没有拿到进店的资格 所以可惜了没有拿到我想要的2-pack皮续 只能在网上买了一些 这是第一个包裹 这是第二个包裹 为什么会分两个呢 是因为第一个包裹的时候傻逼了 但是买完这件T恤之后 发现加了邮费 加了税就要十几块了 再后来才发现 如果我买了一大堆的话呢 它加了税钱跟邮费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干脆在一个订单里面 买了十几件 但是后来才发现 一个订单是送一件鱼衣的 这么多件在一个订单里面 它也才送一件鱼衣 废话不多说 打开包裹看一下我都买到了些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买到什么 这是新的贴纸 这里面是有一些美金 这件是有点像LV的梅花 那它是一位面带笑容的女孩子 其实我挺喜欢这一件的 它的设计我觉得挺不错的 是因为满满的L乳衣元素 里面还有一样就是我想要的鱼衣 所以其实这鱼衣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塑料鱼衣 这要怎么用 就像穿了一件塑料袋一样 但是真要下雨的话 这真的能防雨吗 毕竟是个正品 我们来看第二个包裹 这里面都是T恤 然后这里还有个纸鹅 有一件雨衣 先来看第一件T恤吧 第一件是这件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图案 下面还写了love by the children 第二件是灰色的 我大部分买的都是黑色白色还有灰色 第二件只是一个Spring的logo 第三件应该是动物世界 就是一只狮子在野外咬着它的猎物 第一件 第四件 第四件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图案 第一件 第五件 第五件是金钱和金项链的一件T恤 反正就是跟钱有关的T恤 第六件还是灰色 这里我只看到了Buzz logo 第七件 这件是一个涂鸦绘画的Spring的logo 再到第八件 这件是紫色 它是一位女人正在吃樱桃 为什么吃樱桃 为什么不是吃桃子苹果 第九件是只黑猫 黑猫警长 第十件是新季度的跨包 它主要外面这一层是网状的材质 跟以往的是有点不太一样 最后一件是这个纸盒 这么快就最后一件了吗 它会是 水壶 它外面包的这张保护还挺用心的 有点不太好扯下来 据说这个水壶是怎么摔都摔不烂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这个水壶是什么品牌 除了它怎么摔也摔不烂以外 我就喜欢这种小logo 我就喜欢它的小logo印在一个它的产品上面 就不要这么大 小小的低调 所以第一周单品里面 我比较喜欢的是2pack T恤 没买到 然后第二件是这个女人的T恤 第三个是这个黑胶机 但是黑胶机不是我的 是Leon 是它借给我给大家做开箱的 其他的话我就感觉一般般了 那你觉得呢 其他的T恤我会把它出售 怎么出售可以关注我的社交账号 这些都已经是上个星期的事情了 那这个星期也是今天 今天发售的新品里面 我只喜欢的是Air Force One的白色球鞋 其实今天我也是没有禁电的资格 但是正好Leon他有抽到 但是他没有空去 那我就替他去完成这个禁电的资格 如果你抽到了 不去的话 他会把你的名字 拉入黑名单 我现在感觉有点像是 以前上网自习的时候 帮同学喊道 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 万一被认出来不是他本人的话 我和他都会被取消资格 同时这一次的禁电也是存在风险 因为这一次的肺炎的这个疫情 在纽约已经慢慢的扩散开来 但是这双白色Air Force One 我已经期待了很久 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 他365号能买到白色的吗 就算能买到白色 那会买到我自己穿的巴马吗 时间不早了 我还没吃饭了 我们赶紧出发 1 2 3 4 5 6 有两个鸭肥饭 再打包半整鸭 买Supreme要排队 买烧鸭饭也要排队 买烧鸭饭就是要买排队的 这排队的吃起来会更香一些 不仅好吃 现在还没到3点了 在我之前就已经有人在这里等待 因为这个疫情 纽约刚刚新增了6例患者 现在这个排队的地方 又是人比较密集的地方 其实是有点冒风险 我现在是在顶峰作案 希望不会是我吧 这一边 终于买了回来 它的鞋盒还挺沉的 我记得上次看到这个鞋盒 是它的那个大Air 但Air Force One 它的份量跟大Air也是一样 里面还买了一把锁 一把透明的锁 还有这个弹箱 这个箱是Leon需要的 这个锁也是Leon他想要的 所以箱和锁是它的 鞋子是我的 鞋子我要说一下 就是我买到的是黑的 然后我的朋友他买到的也是黑的 然后我们用两双黑的 换了一双我想要的白色巴马 因为Air Force One里面只有白色 我觉得好看 来了 防尘纸上面就能看到它联名的气息 登登 纯白色的Air Force One 这只也是 还有就是这个红色的鞋绳 他们认为这个鞋绳才是最重要的 白色的才是它的经典所在 白色的才是它的经典所在 我为什么会为了它跑这么远 难道它仅仅只是Air Force One吗 别傻 是因为它后面的这个小logo 还有这边也是 我就喜欢它这个小logo 它要是再大一点的话呢 我还不一定会买 实在是低调而不失丰度 它前面的鞋带扣这里上面有Air Force One 然后下面是小小的色配的字样 还有它鞋垫里面就是这么多 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呢 我还不一定喜欢呢 太纯洁了 我太喜欢了 大爱哦 加了小logo的Air Force One 买还是不买 反正我已经买了 最后就是Leo给大家送上那两件科比球衣 刚刚到了国内 下一期我会筛选评论 给大家送上那两件球衣 还有就是下一期我会找一些黑胶的唱片 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黑胶机的开箱视频 那我们下期见啦 不见不上 拜拜 Peace